PS Plus 的新服務之前就解決了補貼問題 長期合約也剛剛改了 不用要你吃光這麼多年 切回一個封頂的上限 可以說是慢慢收拾好 早前的直播更加公佈了 這隻貓咪神作 Day 1就會送 不過究竟選擇這個港服穀級好 還是日服的專櫃好呢 其實就試完日服和港服的兩邊賬號 這條片就做一個比較和實測 分別看日服和港服的遊戲差別 報告日服的流行遊戲的玩後感 還會試一下可不可以在日服下載完遊戲後 轉到港服帳號來玩 給一些想集中獎杯的人士 最後也會做一個總結 整理日服和港服的優點和缺點 廢話一小說的正題 首先日服方面我會先顯示它的遊戲領域 有需要可以暫停影片來看清楚 比較上轉木兒港服帳號的遊戲 就有Fallout 76的最新版 DOOM Dead Cells Eso 9 Wolfenstein Pray Selest 好難讀 363 Wonderful101 絕體絕命都市4 Plus Wilds Gun Reload 魔女白騎兵Revival 東方Project的幻想之輪母 閃鬼1 閃鬼1 閃鬼2 閃鬼3 閃鬼4 零鬼改 碧鬼改 奶油多鬼改 創之軌跡 東京 沙拉道 EX Plus Eso 樹海 還有魔女白騎兵2 以上只是一些比較注目的遊戲 這裏不包含一個PSV串流 串流遊戲的部分會在下一部說 雖然眨眼上看比港幅多 但這裏也要注意兩件事 第一就是這些遊戲都是日文遊戲 尤其是對RPG如果港幅有上架 可能會後悔玩不到中文 第二就是日服有一個Stepping Cup 即18按遊戲的門檻限制 就算遊戲免費也需要一張日本信用卡 做一個年齡認證才能下載 這個步驟相當麻煩 你可能需要用到VPN 以及一個收到SMS的日本電話號碼 如果在這個位卡關的話 其實會有些得不純失 因為除了Doom 和4R76之外 你就會連港幅升級都有送的 刺客遺經 Red Dead Redemption 2 那些都拿不到 我們去轉看香港帳號 亦是首先看來看 香港有二日服務的遊戲 比較注目的那些就有 MotoCompass 11 Injustice 2 Playday 2 Kingdom Come Griffor Mighty No.9 等等 雖然港幅的數量比較少 但始終有著中文版的優點 全部Free作品都有中文 一部份RPG作品都有中文 我們再去比較日服專櫃的卡食業 可以見到日版的PS12和PSP的經典遊戲 跟港幅一樣只有17隻 我記得一開始新聞稿 明明有寫Wild Arms 3和觸摸衣2 但日服也不見影 PS12和PSP那麼多經典神作 只有這17隻真的幾乎人身亡 我們再轉去看這個經典重製的頁面 都可以見到是比港幅多一點 比較注目的就有Striker飛龍 厄狼 月華之劍士 Metal Slug XXX等等 來到日服的專櫃會值串流遊戲方面 這裡也要數一數個list先 有需要可以暫停來看清楚 全部都是PS3遊戲 大約八成也是 當中比較吸引而又沒有再出PS4和PS5版的就有 TOKYO JUNGLE Biohazard的聖女密碼 死云曲的新譯 惡魔城Loss of Shadow 2 影爐暗影公主 DREAM CUP 高高 真心的無雙7 時度3 Plus和時度4 Plus 空鬼1-3改的HD 不過這個也有出Vita的進化版 白劇事物語 懸事等等 實際測試了這個streaming game 分別打了一陣無雙7 重溫被呂布打爆 Biohazard的聖女密碼 因為這個也是PS2移籍的 所以畫質比較差 打了幾場TOKYO JUNGLE 我以前沒有玩過 現在終於可以玩 還用了這個streaming 打爆了一次 試度4 Plus 上了這個英國公主 可以說 這個streaming game的 輸入延遲是非常之輕微的 玩一般的動作遊戲大致上都很流暢 亦是直連的 不需要用VPN 可以說香港連過去絕對是充滿 不過這個streaming game 也有三個問題 首先是繁忙時間 可能要排隊 我試過在周末玩 要排30分鐘才入到遊戲 第二個問題是畫質比較萌 它限制了一個7月0P的輸出 而streaming game的畫面也壓縮了 所以如果你有這麼大電視玩 就可能要將就一下 第三個問題是 它遠端的儀器也是PS3 所以它終實還原了PS3的loading時間 就算你是用PS4的SSD 或者是PS5也好 你也要習慣每個場景都要等一等 而且當遊戲本身會疹時 也是會疹的 例如這個士道的劍術大會 當你一看過去的觀眾台 畫面上很多polygon的時候 就會很疲倦 這個也沒有辦法 也是PS3的機能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裡面也有一個PS3系統介面 因為不知道哪個天才決定了 PS5一定要用這個X制來做決定 而在串流玩日系的PS3遊戲的時候 多數會變成圓圈做決定 然後你的PS5和它裡面的PS3的介面 又會改成X做決定 令你在save的位置 按錯的機會極高 我相信一定有人不小心 沒有save到從頭來玩過 我真的不知道日本人怎樣看 玩了幾十年都是圓圈確定的 現在要轉來轉去 真是火都來了 來到第三部份 就是試一下可不可以用香港的帳號 玩到入伏下載的遊戲 你看到這個是入伏下載的創之軌跡 和一個串流的TOKYO JUNGLE 我現在轉回一個香港的帳號來試一下 很快就證實了下載的遊戲可以玩到 我都試了這隻WONDERFUL 101 它在廣幅是沒有上架的 但都可以照玩到的 獎杯都拿到的沒有問題 想集中獎杯在一個帳號就不用擔心 而試這個streaming game 結果是…不行的 雖然它會叫你升級 但我這個港幅帳號已經是高級 無法再升了 來到總結 首先說日服 優點很明顯就是遊戲較多 和多這個日系的遊戲 如果看日文沒問題的話 都挺吸引的 我本身以為日服的遊戲 會多過港幅很多 他說400多隻 但其實又並非多很多 只是看下載的遊戲 只有260多隻 我跟他說那400隻差很遠 即是說它是計算串流的160多隻才夠 嗯…我又覺得有點取巧 雖然streaming game在玩上沒有問題 但始終的體驗是差一點 日服也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鎖了這個CROZ的遊戲 要日本的水用卡才可以下載 令到港幅也有派的VA大作 在日服也未必能拿到 都是建議可以解決到日本水用卡的問題 才好考慮日服 而港幅呢 是少了一些二三線 Indie game 和JRPG 但起碼它可以很容易 拿齊一些VA大作 它的優點亦都很明顯 就是想看中文的話 始終都要港幅 希望它之後都會上架 中文版的軌跡和e-show系列等等 而港幅因為沒有streaming 而這個經典遊戲又太弱 令到高級階段非常雞難 暫時看升到第二階的升級比較值 當然它的升級和高級價錢 並非差很遠 這個港幅呢 其實我由一開始就觀察到現在 它的確有慢慢加了一些遊戲 我記得第一天 這個格鬥分隊是用龍來做封面 然後按進去是0隻遊戲 然後彈出來 現在都算有4隻格鬥遊戲 其實無論日服還是港幅都好 暫時的遊戲有很多知名系列都沒有 例如人中之龍 Persona Dark Souls Leo 或者是DOD 基戰 Tales Gundam 等等 太多了都數不完 不過有這樣說 這個服務也是剛剛起步 期待它之後會陸續增加 今次的影片就講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和訂閱這個頻道 我叫SoloCat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好 好